大家好,我是邵阳 大家都知道90年代是女神辈出 今天就来说说女神李婉华 演过的一部恐怖片《索命女鬼儿》 阿妹是一名应召女郎 身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这一辈渣男骗财又骗色 生下渣男的孩子竟然还有病 只能与母亲龙婆相依为命 龙婆还患有老年痴呆 生活不能自理 这也太惨了吧 真是生不逢时 要是葛在现在随便参加个综艺选秀啥的 这身世分分钟能拿总冠军 男主角是由刘情云扮演的马警官 不得不说 这个年轻时的刘情云还真是很鲜肉 马警官是阿妹的楼上邻居 两人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一天两人甚至还撞了个满怀 撒了一地的小鱼仔 马警官暗恋警华可是性格过于腼腆 以至于警华主动表白 他都无动于衷 看得真是让人着急 另一边阿妹接了一个新客人 香港著名四大恶人 何家居扮演的电话兄弟公 丙哥 汽车开起来直接上高速 飙完车之后 丙哥就去上工了 还和三个工友谈起了自己的漂移心得 这一谈不要紧 直接把几个工友的肾上腺素给勾起来了 一看就要出事 果然 他们在阿妹回到的路上 截住了他 然而随了他们做坏事的时候 马警官正好路过 几个人为了掩人耳目 竟把阿妹绑了起来 还做了掩盖 等到他们骗走马警官 反身查看的时候 阿妹已经死掉了 然而几个人并不害怕 他们就地把阿妹给埋掉了 神不知鬼不觉的完成了一次完美犯罪 阿妹就这样死掉了 他的母亲龙婆也就没人看管了 这一天 马警官听到阿妹家有奇怪的动静 直接习惯了他撞开房门 却看到了无人照料的龙婆 善良的马警官实在于心不忍 他主动帮龙婆做饭 收拾家务 然而也就在此时 本该死去的阿妹竟然出现了 原来阿妹已经死掉了 他化成了厉鬼 但是他却放不下母亲 回来查看 看到马警官的行为 他直接被感动了 他说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哥可不是随便的人呢 说什么嘞 就在马警官穿外套的功夫 阿妹就消失不见了 我得个乖乖 人家都是捡便宜 我这是捡了个妈呀 把阿妹的妈妈安顿好之后 才突然相信 今天答应捡花 给人家过生日 宝贝 你听我解释 我楼下有个老奶奶 学雷锋嘛 哎 对对对 对位呀 这个真是羊肉没事着热日了 一身烧啊 另一边 几个凶手完全没有负罪感 还约好了晚上 一起打麻将 晚上 胖子在家等小伙伴的时候 却接到了阿妹的催命电话 他可不像真子那么磨叽 还得等七天 一般是有仇当场就报了 就这样 胖子实力演绎了一出独角戏 最后惨兮兮的领了盒饭 这一幕 可把赶来的另外三名凶手给吓坏了 但是抱着侥幸的心理 三个人在警局的时候 还是没有说实话 另一边 马警官总感觉自己一个老实人 总伺候一个老太太 也不是个事啊 又不是自己丈母娘 他就找来了义工 打算把龙婆交给他们照顾 然而开门一看 屋里窗迷几近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走进了高档宾馆的 比大学宿舍 不知道干净多少倍哦 义工一看 这也没自己啥事啊 直接拍屁股走人了 马警官感觉自己被耍了 大婶 你实话跟我说 你是不是碰子的 注意 本片最恐怖的镜头要出现了 龙婆露出了一个迷之微笑 然后他 马警官只好去买成人纸尿裤 正好碰见炳哥三个凶手在烧纸钱 边烧还边饶嚷着 都给你都给你 别来找我们了 马警官隐约觉得 这事儿可能和失踪的阿妹有关系 但是苦于没有证据 只能作罢 另一边 阿妹又一次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他把目标锁定了凶手之一的阿鬼 阿鬼是几个凶手中唯一有家世的人 但他却不老实 家中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这一天 阿鬼又出来偷星 阿妹给阿鬼的老婆偷偷打了电话 来了个捉奸在床 之后 阿鬼就再见难逃了 不仅受到自己老婆的拙难 还即将要点盒饭 只要有电话的地方 他总能听到有电话打过来找他 就算没有电话 电话线也能将就一下了 别跑了 你到家了 然后阿鬼就这样领了盒饭 完成了双杀后的阿妹有点小满足 他突然想起 答应过马警官要报答他 于是 他就这样上了警花的身 给马警官来了个同怀送报 马哥 你看电影吐槽会的电影解说了吗 哦 今天刚看了 看这就是关注老杨的好处 得知阿鬼领盒饭之后 剩下的两个人早已吓破了胆 四处求神拜佛 弄了不少法器防身 这引起了马警官的注意 一路追踪两人 来到一个废弃大楼 原来两个凶手认为 只要没有电话 恶鬼阿妹就翻不起什么风浪嘛 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有BB机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 大背头随之被来了个穿刺 直接领了盒饭 狗血偷吃的饼哥终于决定不再跑了 交代了所有犯罪经过 阿妹的尸体也终于重见天日 马警官也终于明白了 之前见到的阿妹原来是个鬼 这天晚上他在医院又一次见到了化身为鬼的阿妹 他劝阿妹就此收手吧 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撇下马警官直接飘向了警局 利用电话骗开了所有警察 和饼哥玩的是不亦乐乎 如果我没猜错 这招应该是排山倒海吧 马警官即使赶到 也阻止不了阿妹的复仇 混乱之中 饼哥终于想起来求来的法宝 我的个怪怪 不愧是开过光的刀 还自带特效呢 混乱之中一刀捅了过去 然后就顺利的逃走了 身负重生的阿妹回到家 和母亲龙婆做最后的道别 马警官也赶了过来 他感觉阿妹是个苦命人 不应该就这样魂飞魄散 于是他带着阿妹找到了肥道长 没想到已经被饼哥截足先登 他找到道长寻求庇护 然而道长就从马警官口中 得知了前因后果 道长决定立刻搭救女鬼阿妹 然而现实很骨感呀 道长直接被一旁偷听的饼哥给打伤了 马警官及时赶到 也没能救下道长 他只好拿起解药背起阿妹 开始跑路 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个解药你打算什么时候用 难道要带回家小伙慢顿一下吗 一人一鬼逃跑过程中 被饼哥打中腿 掉进了工地的大坑 饼哥随之跳了进去 趁你病要你命 关键时刻 重伤的阿妹一招神龙百尾 打翻了饼哥 我去 那你为为什么还要跑咧 最后关头 阿妹一个汉地拔葱 把马警官扔到了地面上 自己抱着饼哥 一起扑到了佩店箱上 同归于尽 我得个怪怪 佩店相亲搞出了煤气罐一样的威力哦 电视的结局 阿妹的儿子痊愈出院 马警官与警华终成眷属 并担负起照顾一老一小的重任 果然是好人与好报告 老婆儿子妈全有了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